在洗帽之前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东西 性感玉米他家的这个喷头 那这个喷头虽然说是给人洗澡设计的 但是日本的喷头一般都有这个设计 有什么用处呢 一会儿我洗帽的时候告诉大家 然后小野我给他洗过两次 这是第三次 所以他应该没有前两次都害怕了 小虫我已经洗过十多次了 就是你给他洗到差不多快七八次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因为北京店里就开始购买了 所以家里也不冷 来小姐 洗他的时候只要不把他的头儿抖动时他就不会挣扎 然后让他站在一个他觉得可以站住的地方 所以我之前经常办一个错就是给他放在洗手池里洗 然后他站稳就会特别慌 然后他站稳就会特别慌 为什么推荐这个喷头啊 小野他的毛特别厚 普通的那种你就很难把它完全的洗湿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按一下他就会踢不着 然后你把它放在一边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你还得 就是一个手抓着毛 一个手去把这个东西关上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会啪得到处都是 然后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去毛刷特别好用 尤其在洗澡的时候 但是用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在他身上都是泡沫 然后滑滑的时候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梳下来好多毛 小野这是第三次洗澡 我觉得表现成这样已经很乖了 就是他已经不害怕这个水了 洗出了很多毛毛 也不是很多 我每次洗洗澡洗出来的毛量 吃这个的四倍左右 吃这个的四倍左右 来 再冲一下 好了 小野洗澡已经比之前刚来的时候 我给他第一次洗澡 就配蛮多了 好好好 好了 来 小野 小野 好 OK 今天的vlog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转发留言评论 我会持续更新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小野 她的 chips 小野 洒 小野 yi 那 痂 微 colonies